大家好我是副教授 今天去买了一些豆腐鱼 花了16块钱 有的地方也叫龙头鱼 像我们泉州叫拉格鱼 它比较贪吃的意思 今天就分享一道好吃的家常菜 用剪刀在头部这边剪一半 然后扯出来 就可以把内脏大部分扯掉了朋友们 我们再把里面的血丝给它挤出来洗干净 这个鱼真的可以叫贪吃鱼 太贪吃了 像我刚才处理出来 都还有一条虾在它肚子里面 还有这种小鱼 内脏清洗好过后 我们把这些身上的鱼鳍给它剪掉 把死尖的豆腐鱼切成三段 加入一点姜丝 一勺黄豆酱 适量的白胡椒粉 然后搅拌均匀 因为黄豆酱本身是咸的 所以不用再加盐了 加入一点点生粉 锁住味道 再次给它搅匀 好了腌制10分钟 洗净的茄子切成长条 加入到清水中 可以撒一点白醋 这样可以防止茄子氧化变黑 准备一块猪肉切片 准备一块猪肉切片 大蒜对半切开 锅中开水加入一小盐 适量的食用油 加入茄子炒至2分钟 拿起来备用 砂锅下入五花肉煸出油脂 煸出油脂 下入大蒜 大蒜炒香后 下入洗净的花隔 下入茄子 铺上腌制好的粽皮 碗中的这些酱料也要倒进去 盖上盖子 在盖子上淋一圈高度白酒 小火焗五分钟 这个时候加高度白酒 可以取到去心提香的作用 焗五分钟就好了 朋友们一定要看时间 把香菇吃到很快 再煮一下 再煮一下 面粉 再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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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上盖子 再煮三十秒 朋友们这个豆腐鱼本身会出水 所以我们不用加一滴水 它就会有很多汁了 一道非常鲜美的豆腐鱼饱就做好了 这个鱼肉真的特别的嫩 这种豆腐鱼一定要看准时间 焗5分钟就可以了 焗太久的话鱼肉就不好吃了 朋友们一定要看准时间 这个是我爸的拿手菜豆腐鱼 总共好像有11个菜 今天特别的丰盛中秋节 在大姨家过 好吃吧 好吃吧 好